虽然有人酒驾不停 但是台湾人还是真的很有爱心 又很热血的 每一年都有这个184万人 捐出了255万代的热血 比美国跟日本都还来得高 那么全国最热血的女捐血人 王秋琼 她总共捐出了37万cc的血 算一算救了250条人命 卷起袖子捐出热血 台湾人有爱心 不只会捐款 还很会捐血 算一算每年全台湾至少有184万人 捐出255万代热血 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名 而50几岁的王秋琼小姐 更是拿下全台湾女性捐血冠军的宝座 这是很历人历吉的事情 因为我们只有牺牲一点点时间 只有痛一点点 然后可以去帮助到别人 是非常经济的布施 目前都两个礼拜都一次 每个月至少会捐血两次 捐血资历长达28年 会这么热血 竟然是为了这个理由 有一个命令室告诉我说 你什么时候有雪荒地灾 那你应该要去捐血 捐血布施做膳事 28年来王秋琼靠着自己的热血 至少救了250条人命 还立志要到老继续捐血做膳事